不斷往前的坦克车队 俄罗斯国防部推特账号PO文 强调这些都要前往指定地点 进行特殊军事任务 面对60公里长的坦克部队 距离基辅市中心只剩不到20公里 乌克兰士兵手拿着刚送来的反坦克武器 在首都基辅全面备战 要让俄罗斯军人没办法活着走出去 乌俄战士没有随着一轮一轮谈判降温 现在俄罗斯又开启新一轮的咨询展 俄罗斯3月9号声称 拿到乌克兰要在3月进攻顿巴斯的秘密文件 但俄罗斯早在2月24号 就以保护顿巴斯发动攻击 不只反咬乌克兰 俄罗斯国防部的资讯战 更把美国英国北约通通扯进来 而另外一头的外交部也通通动起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暗示美国资助乌克兰的深化武器研发 要美国政府好好出来说清楚 不过现在英国国防部证实 俄罗斯使用被国际禁止的真空弹 这一场特殊军事行动 对自己的人民俄罗斯不知道 说清楚了没 接下来我黄盛凯陈思颖报导